比如說那支筆 那如果那支筆沒有 即便它其他功能都OK 那變成我要額外再去 裝一個小軟體 它其實裡面好像沒有內建 我印象都是沒有 所以光這個軟體我就會 就是會有考慮 因為目前已經用了十多年了 你說叫我突然再改一個 錄影軟體 感覺好像也沒有 結果都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我是覺得 批示轉檔好像這個 它那個軟體是這個最強的 對因為批示轉檔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說還蠻重要的 不然的話我們要一個一個 去轉換檔案 那真的是很累人的 它目前是這樣 那那個 Kentasha的那一個如果是 free的免費版本那一塊的 限制有哪一些 老師說的是 付費版嗎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因為上課我們這邊都還原 所以我就沒有把序號把它key上去 所以你用的是免費版 也是免費版 其實舊的版本好像都沒有任何差異 完全都一樣 但是好像聽說 它新的8的版本 好像就會 有浮水印之類的 就是說你的影片會多一個浮水印在那邊 但是舊的版本完全沒有差 沒有任何的差別 他有使用的天數限制 對有 所以假如說 大家用的話 或許就是說 假設電腦教室有還原系統的話 OK 那反正下一次來還是第一天 每一次都第一天 但是麻煩的地方就是 現場可能要安裝這個軟體 不過 以我目前用到的經驗 好像也都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有遇過 因為之前我們學校 他沒有裝那個Windows Media Play的 基本的那些套件 那變成說我一裝上去 他就少了一個DL 他就沒辦法執行 後來好像裝了之後這些問題就解決了 OK 好 那再問一下線上的有沒有人要提問 對啊 其他 線上的夥伴 你們可以直接開麥克風 或者是在旁邊的留言訊息 留言也可以 好不曉得我們的這個夥伴們 有沒有其他的什麼樣的一個意見 針對今天這個場次的一個分享 那因為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多帶一些這一個應用 讓大家好來了解說 怎麼樣可以很快速的 來做一個 這個那個非同步影片的一個製作 那這邊王老師有做了一個這個 一個分享 這個是 好那個 王翔陽老師要不要 那個 跟大家 跟大家介紹一下OBS 好來 翔陽老師你要來分享一下嗎 等一下我這邊心裡沒有看 抱歉抱歉等我一下 有有有有 來 請說 對我 因為剛剛提到這個 教學軟體 那我 我剛剛提到這個直播有一套也是蠻長 這個 備用的就是有一套叫OBS的 那他也可以直接串連 就是做這個串流 就是可以直接套像現在FBR 或者是這個 Youtube的直播 那也可以就是直接錄 畫面這些 然後他也不會 他也是免費 然後也不會有無隨應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之後 你要錄影也可以考慮用這一套 然後網路上還蠻多教學的 還蠻簡單的 可以試試看 對 OK OK 謝謝那個小老師 對對對 這一套軟體我知道 因為幾乎很多老師都用這一套軟體 那只是說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第一個 我可能已經用很久了 然後習慣改不了 第二個就是沒有那支筆 那支筆其實 真的對我上課 感覺還蠻依賴的 因為有時候上課突然講到哪個地方 你要highlight起來的時候 結果發現 沒有辦法 你用滑水在那邊點 學生會覺得 這不知道老師在幹嘛 OK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地方 放起來 對 他就知道原來老師 你講的是這個東西 尤其叫城市設計的做法 最重要 那個你哪一行城市 如果沒有highlight起來的話 學生都不知道說 到底 現在到底要看哪裡 在講什麼 OK 所以這都小差異啦 那當然 錄影軟體 就是都互相有優點有缺點 OPS我知道 基本上不用付費的 這個軟體的話 他費用還蠻貴的 好像我記得是260幾塊美金吧 便宜 如果算下來也是一筆 但是就是 他功能可能會提供的 比較完整一些 OK 但是的確就是說 如果說老師們 常常在其他的教室使用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 用那個什麼 免費版的那個安裝 來用 因為那一個 如果你付費 那個完整版 當然是就只好在家裡用 不然那個序號 沒有辦法一直 重複的開通 對 他會有開通的問題 OK 好 還有其他的我們的夥伴 那個有 有什麼樣的一些回饋嗎 有嗎 或是有什麼樣的提問這樣子 好 或者是那個這段時間 那個 夥伴們也可以來操作一下 剛剛這一個 吳老師 推薦的幾個這個應用 包括這個 Kentasha的這一個軟體 好 那再來就是那個 YouTube這個部分 好 那YouTube上面其實是那個 他上面有一個工作室 但是好像有一些東西好像要開起來 才會 有一些門檻達到 才會有一些功能出來 對不對 對 那這部分要不要吳老師再補充一下 那個 我剛剛 我剛剛那些功能 其實 講的比較快一點點 不過我之前是用錄製的 就是把那個 我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 然後 看它上 相關的設定 清單 OK 然後 當然我的做法是 我把它打開來 不過因為 它這個 設定相對會比較 必須要登錄那個 帳號 登錄進來之後 你可能要找到你的YouTube 連到YouTube上方這邊有一個小圖示 從這邊的話你可以點擊 點擊它那個 太快了 這邊 OK 這個地方 它有個YouTube工作室 然後 當然底下有個切換帳號 甚至我是建議 就是我剛剛講的 甚至你可以 不只一個帳號 你可以不同的帳號 來放不同的影片 然後 點擊進來的話 大家我沒有特別去看說 它 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 有些功能 我看大部分好像該有的應該 就有 只是差別好像應該就是說 如果你訂閱人數超過多少 它才可以啟用那個 營利模式 營利模式跟那個 會員模式 像後來它好像超過多少之後 它就會通知說 我可以 就是建立那個 我自己的 招攬我的會員 然後會員還可以設定它的級數 那級數的話 就有點像遊戲 後來我就設定什麼 比如說幼幼班 幼稚園 用小學 中學 大學 然後 不同的級別 會有那個 就是不同看到的影片 然後呢 可能會有一個月要多少錢 那我想說試試看 真的還有人加入我的會員 還有就是 不過人數目前是不多啦 我是覺得反正常識性的 知道有這種功能喔 那將來或許如果假設 有老師要針對不同的可能學生吧 甚至你那個 加入會員部分喔 是不是可以 不要有費用的 讓學生加進來 然後你是這個課程的 你就是這個 這個級別的 或許也是一種方案 OK OK 那 好 那 在場的老師們有沒有 怎麼樣要做詢問的嗎 或是回會的 好 來 好 那 剩下最後一點時間 那我就做最後一個工章服務一下 OK 再把我們的這個後面的活動場次 也在跟各位老師夥伴們來報告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是這個我們的第四場次 是這個剛剛我們這個吳清輝吳老師 來分享我們這一個YouTube的這一個應用 那非常的一個精彩的一個分享 那在下下週五月十八號的這一週 我們在那個公館禮圖的這一個八樓的這個802電腦教室 一樣也是電腦教室 那我們是請到資工系的這個蔣中澤蔣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個數位工具的這個教學的一個應用的這個部分 那是在下午的下午的六七解課的這個時段 好 那 線上的這一些 線上的老師夥伴們還有我們現場的這些老師夥伴們 如果有興趣或是 你如果當天沒有辦法不課參加 那你有其他的一些像教學助理 可能想要了解的話 你都可以派他們來參加這樣子 然後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這樣子 好 那不曉得還有大家還有什麼樣的一個 好 那不曉得各位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回饋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可不可以請線上的夥伴幫我們在那個旁邊 就是訊息區這個地方幫我們打一下你的那個單位跟那個姓名 幫我們做一下簽到 因為我這邊到時候要做個紀錄這樣子 非常感謝各位來參加我們這一個場次的這個活動 好 謝謝 那麻煩你們再幫我做一個簽到 謝謝 那我 差不多 好 差不多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場次主要就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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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